钢琴的美妙在于情剑的交织 在于清脆的回响 当跳跃的音符在我耳边环绕时 我感觉它在充盈着世界的 每一处空间 我是张苏恒 我喜欢钢琴 但是我不会弹 和钢琴的缘分源于小时候 当小朋友们上台说 我的才艺是钢琴表演时 我就会在一众掌声中 会弹钢琴的人真帅 长大后我就自己报班 重新实习小时候的梦想 并且成立了自己的电钢琴品牌 虽然我弹得不太好 但是我很享受 弹琴时时间 在琴天上飞跃的感觉 平时非常喜欢听钢琴曲 我的手机的铃声都是钢琴曲 我觉得喜欢跟适不适合无关 虽然没有弹琴的天赋 但是可以继续保持热爱 有指尖触碰产生愉悦的 不止琴剑 还有键盘 我擅长各类竞技对战类游戏 尤其是推塔类团体作战的 登顶成为世界第一 让世界知道 中国人在游戏领域 也可以拿第一 2017年 我还作为电竞代表 首要参加 共青盘中央第一届网络听晚 跟张继科 马农等各领域代表 一起录制了主题曲MV 我现在玩游戏不会超过一小时 因为我知道自律的重要性 我会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工作和我爱的人身上 曾经的我剑步如飞 身姿矫健 直到有一天 我的腹肌呢 我那跟了我12年的八块腹肌呢 不行 我不允许我没有腹肌 为了找回腹肌 我报名了为期两个月的 封闭式健身训练营 训练营里人很多 大家一起做一件事 效率很高 你现在腹肌回来了吗 现在回来了四块 但我相信很快 他会都回来的 希望可以在《非诚勿扰》 找到那个他 我们一起去经营 未来美好生活